它可能没有这样完美 但是这个缺陷是故意留下来的 今天要带大家看一辆很特别的车 它是一辆 Corolla 可是这辆 Corolla 用的是三缸的 Engine 而且它的售价达到了 355,000 重点是我嫁出去很多人以为它是一辆普通的 Corolla Sport 可是为什么这辆车要卖到那么贵呢 因为它是真正的 GR 来带大家看一下有拉力血统的 GR Corolla 首先外观设计部分不用讲那么多 大家一看都看得出它跟 Corolla Altis 不一样 那么很多人混淆的是 GR Sport 跟 GR 有什么差别? GR Sport 基本上就是用了这个 GR 外观的空力套件 然后 Suspension 可能有重新的 Tuning 但是这个 GR 版本就是从头到尾都不一样 你不要以为它的外观设计跟 Corolla Sport 一样 它们就是一样的车子 这辆车最大的重点就是全车的车底刚性都进行的加强 所以它下 Track 的表现会更好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辆车进行的极致轻量化 油机轻量化 这个是铝合金的盖 这个是真正 Carbon Fiber 的车顶 然后除此之外呢 车辆也进行了很多轻量化的设计 所以这辆车的车重大概是 1600 多公斤左右 如果跟一般的 C-SAML 相比呢 它可能重了一点 可是跟到同机的刚爆相比呢 这一个车身重量呢 其实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然后接下来带大家看第二个重点 就是它的引擎 打开引擎盖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没有这个隔热棉的 可是呢它有两个这个排气的设计 其实呢它是真的有这个进风设计的 所以它并不是白美而已 它真的有方向的 然后这一个 1.6 公升的三缸涡轮增加引擎 那我相信讲到这边呢 就会有朋友讲 为什么别的 brand 你们就会讲这个三缸不好咯 这个你就不讲三缸不好 首先我没有讲三缸不好 然后第二点 这辆车的三缸引擎呢 它实际上它是真正的为赛车打造的引擎 在 Toyota 的 WRC 赛车车队呢 采用的就是这个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 300 PS 风车流率表现 370 Nm 这个引擎数据呢 几乎已经可以跟 2.0 公升的引擎媲美了 而且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重点 就是呢它可以满足欧洲跟美国的排放法规 重点是它没有任何的 48V 技术 HEV 技术或者是 PHEV 技术 它完全就是以一个纯内燃机 就满足了它们的排放法规 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强 可以讲目前几乎是没有其他的车款可以做到啦 然后呢 与它匹配的是这个六速的 IMT 手排变速箱 还有这个 GR4 的四轮传动系统 这两个技术呢 同样也是从 WRC 赛车车队流传下来的 然后最后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这具引擎你不要看它三缸 其实它的震动真的没有那么的强烈 爱好极致驾驶体验 全新的 Falcon Anzenus FK520L 就是为你打造 完全日本制造 采用全新技术 让轮台的使用说明更长 同时加强了噪音的抑制表现 让你的移动过程更为安静 实地表现也更好 给你更好的加速表现和操控感受 还等什么 赶快游览 Falcon 的官网 或者全网 Falcon 的经销商询问乡情 G-R Corona 它的0-100 加速只需要5.3秒 非常的强 那么相对的它的这个 Brake System 也要跟着强 原厂直接来给你这个 4 Port 的刹车系统 然后注意看它的这个刹车卡钳 是有这个雕花的设计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设计 首先呢就是可以方便它散热 如果它的散热快的话 那么在 Track 的时候呢 就不会因为热衰退而影响到它的刹车表现 然后它的轮圈同样也是轻量化的 GR 锻造轮圈 它的尺寸是 235 40 ZR 18 嗯 在车程后半部 这个车尾轮弧呢 有一个 Wide Body 的设计 看起来非常的 Sexy 然后这边有写 GR 4 它怕你忘记它是一辆 4WD 不管是 Corolla Sport 也好 还是 GR Corolla 多好呢 我个人是真的很喜欢这个车尾设计 够 Sexy 还有这个灯 够 Really 那么作为一辆先辈呢 它的这个车尾的空间表现呢 其实没有算很出色啦 不过它是支援这个六四分厘已被倾倒的 另外这辆车也没有 Spare DIA 因为它追求极致的轻量化 但是你打开杖板之后 你会发现到有一粒电池 没有错 车辆的电池是放在后面的 就跟很多的欧洲车一样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尾部的三出排气围管 你不要以为它只是帅而已 它的排气声量很好听 给大家听一下 如果你对这款车的内装设计 你有什么期望的话 你看到的话你可能会有点小失望 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跟 Corolla Autist 一模一样 甚至有人看到我拍的这个内装的照片 他们以为这辆车真的是 Corolla Autist 实际上呢 它只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个六速手排 然后这个四驱模式切换 还有这个GR Logo 剩下的东西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座椅呢 基本上包覆性跟舒适性都OK 还有极皮材质 只是如果来当这个赛道车辆的话 我觉得它的支撑性就不是很够 然后前面有一个抬头显示器 然后前面呢 这个12.32数位化仪表 这个在 Corolla Autist 的Facety 版本也看得到 只是呢 在这个版本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这个显示 这个四轮驱动的扭力分配 还有这个涡轮增压值等等的信息 这个是普通版本的 Toyota Corolla Autist 没有的 另外呢 它也支援最新版本的 Toyota Safety Sense 而且呢 不懂是不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啦 就是它这个Toyota Safety Sense 的 这个侦测精准度呢 我觉得它比 Corolla Autist 更好 另外这个车子灯也换了一个设计 这个设计我觉得还蛮Atax的 接下来呢我就要跟大家讲 这一个 GR Corolla 的特色功能 就是这个IMT 手牌 还有这个四轮驱动系统的切换 我个人觉得这个IMT 系统是一个很好的发明 不过IMT 其实也不只是在这个GR家族上面看得到啦 就是这个CV Type R 其实也是有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 Autoref 例如讲你开启了这个功能之后 你在一号档位的时候 你放离合器 可能你的脚不需要去踩油门 那么它会帮你自动补油 所以你的车子可以起步的非常的柔顺 它并不会像一般的新手开这个手牌的车子这样 它会很臭 然后除此之外呢 你切换档位的时候 这个引擎转速也会自动上来 去跟你的档位做一个匹配 也因为这样呢 你在换档的时候呢 它不会有很强烈的顿挫感 这一点是很好的 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 我相信你只要试过这个IMT功能的话 你都会很喜欢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这个IMT的话 也不用紧 你可以关掉它的 然后接下来就讲这个四轮驱动系统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个 TRACK、FUN跟RILL 为什么它这样子讲 因为这个四轮驱动系统呢 真的太强大的 它是有这个差速器的设计 而且你不要看GR Corolla呢 它是一辆前轮驱动为主的车子 可是它的扭力分配在一般的模式下 是前面60后面40 在后轮模式下呢 它是前面30后面70 TRACK模式下 它可以做到5050 这个分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一般的车子真的是很难做到这样子的扭力分配 而且我有听讲哦 如果你去下改装套件的话呢 它甚至可以做到后面100前面0 也就是它可以变成一辆纯后轮驱动的车 你相信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会保留这个传统的手刹车给你 因为拉一拉就可以飘移了 所以这套系统强不强 你自己去做评断啦 其实有很多朋友问我们呢 为什么Torota有了GR Viris 还要有一个GR Corolla 那么根据北美Torota的说法呢 这辆车是有家用属性的 因为它是5个门后面是可以坐人的 不过我的身高181 我坐后面你们自己看这个空间表现啦 所以空间好不好用我觉得见仁见智 因为不是人均180 如果你可能170 175 你坐后面压迫感不会那么严重 其实还是OK的 而且5门的设计 就让你有一个借口应对你的老婆 可能你要买GR Yaris 你老婆讲R3门车不实用啦 载不到人 OKGR Corolla 5门车可以载人 你就可以买了 OK啦现在我们就来试驾这个GR Corolla 现在主要是以四驱驾驶为主 那么在四驱驶驶的话呢 我一般都是用ECO模式 因为ECO模式整体的动力表现 会比较线性一点 因为就算这辆车 你在normal模式驾驶开它是不是 整辆车都会很冲 所以那个感觉不是那么好 四驱驶驶我还是比较偏向ECO 然后接下来呢 就要讲到这个IMT的部分 这个IMT根本都是一个四驱驶驶的神器 我现在已经开启了这个功能 OK在起步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鞋 我只需要顾这个离合器 油门不大需要去离它 车子就会走了 然后大家看 因为IMT的关系 我在换档的时候 这个车辆的抖动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这个真的是一个神器 我真的觉得 开手牌有这个功能真的是太好用了 OK我现在是三号档位 来我示范一下 三号档 四号档 五号档 六号档 大家可以从画面中看到吗 这个车子它不像一般的这个手排车款 如果是讲你在这种很急速的换档下 它很难免会有那种蹲挫感出现 可是这辆车是完全不会出现的 这个就是IMT的功能 然后现在我这个四轮驱动模式 我是在60-40 也就是前面60后面40 这个是一个比较均衡的状态 这样子开的话 其实车辆的灵活度也会比较高 然后加上这个ECO模式 你根本都不会觉得它是一辆性能车 但是当你切换到这个REALVIEW模式下 它前面的扭力分配只有30 后面是70 这样子的状况下呢 它整辆车会更偏向一辆后轮驱动车管 然后整个车尾是那种蠢蠢欲动的感觉 这个开起来的感觉是真的很好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驾驶模式切换到Normal 你可以看到只是单单在Normal模式下 这个引擎的升浪就已经是不一样了 它整个动力会变得更澎湃一点 所以我个人是建议如果你是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话 基本上你是用到这一个Normal模式应该就足够了 Sport模式真的是可能你去跑你去Torge 还是你下TRAC的时候才会有用到 不过这辆车有一个不是缺点 这个是它为了这个家用属性所做的牺牲 就是大家刚才看到我那个弯道呢 车身的刺倾是比较明显一点的 因为这辆车还是要兼顾到一般驾驶的舒适度 所以它的Suspension并不会像GR Yaris或者其他性能车那样的银派 它会比较柔软一点 这个便利四驱驾驶 但是when你今天真的是要去跑一个比较极端的路况 一直弯来弯去 那么你会觉得它的这个侧情会明显一点点 我的个人我是会喜欢这样子的设定 因为它整体会比较均衡一些 我今天我要把它当一辆日常代步车没有问题 然后我今天要把它当一辆性能车我要去lap它也没有问题 在这辆车发布的时候 我有跟一些真的是那种专业车手去跟他们交流一下 他们有讲这辆车没有他们想象中的神 就是它没有像这个GR Yaris那么Hardcore的表现 但是我觉得其实Toyota的Marketing是对的 因为既然他们今天已经有了一辆GR Yaris那么Hardcore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他们还需要一辆这个GR Cora也跟着Hardcore 所以这辆车主打的是一个均衡性 这一点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点 有看到吗 不管是我在升档退档的时候 这个IMT根本都不会有顿挫感 对于这个新手真的是很好的帮助 而且这辆车的这个手排它的极限还是蛮高 现在4也在看我在4号档 5千转喔 5千转133 这辆车真的是 你要开过你才会知道这种车的这个特点在哪里 以这种纯粹的新人车来讲真的是不要去讲值不值得 重点是好不好开好不好玩 你喜不喜欢就够了 OK 接下来讲完这些动力的部分 我就要讲到操控 这辆车的操控表现基本上你是不需要去担心它的啦 因为如果就算你只是开到普通版的这个Corona Sport 它的操控表现已经很接近欧系的这种鲜辈车 例如讲Gobla 更何况这个是这个运动版本的 这个运动版本除了我刚才讲到 它这个悬吊可能比较偏舒适的家用以外 基本上它没有太大的问题 你可以feel到它的整个车体刚性是很够的 尤其是在底盘的部分 然后它的这个方向盘的这个指向 基本上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晰 刚才大家看到我那个弯道的 footage 你就会看到它的指向度跟这个精准度 还有及时响应的程度都是有在这个线上 我甚至觉得它这个方向盘的回馈力 到会比起这个Mark X的Golf R更好 我没有开玩笑哦 我开过这款车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 这个方向盘的精准度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只是我比较不满意的是哦 它这个方向盘的握感可能是比较细一点点 这样子应该会稍微影响到这个驾驶感受 这个是我个人的觉得啦 它这辆车虽然讲它在轻量化的部分 它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毕竟它的车重还是有1600公斤左右 所以有时候你在真的很极端的驾驶路况的下 例如讲你在Serbant你去Pack 1 可是是我之前感受到的 你在Serbant Pack 1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它的车有一点重 所以会导致那个车向外抛的情况有一点明显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做到一个很极端的驾驶表现的话 我觉得它还是会有一点灵敏在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它的缺点 虽然我觉得这个会比较有点不足 但是我觉得原厂会有这样子的设定 主要是因为他们会要让这辆车 还是可以兼顾到一般日常行驶的状况 所以你讲它不好吗 它可能没有这样完美 但是这个缺陷是故意留下来的 因为它会让它更均衡 不过我还是好爱这辆车 OK 如果大家是想看这辆车去做一些比较极端的动作的话 那么可以点击回我之前在Serbant试驾的影片 因为在Serbant我们有做了非常多的测试 都是关于这台车还有这个GR86的 所以我相信大家看了那个影片跟今天的影片 就会对这辆车会有一个比较立体的想法 你可以知道这辆车主打的是什么市场 所以买到这辆车真的不要讲它值不值得 喜欢买就是了 影片的最后我来回答一些网友的问题 有些网友讲手排车哦 你平常驾你的脚不是会断掉 不过啦根据数据统计啦 其实大部分买到GR Cora的车主呢 他们家里会只有一辆车 这辆车是for他们weekend的玩具 或者是偶尔要去跑山的玩具而已啦 老实讲呢现在这个存内燃机的运动车款 是越来越少的 所以这款车你讲值不值得 我觉得已经不可以用值不值得去形容它们了 这种车真的是买少见少 所以如果情况允许或者是能力允许的话呢 菜车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收藏一下的 那么它的主要对手呢 可能就是这个即将CKD的 这个FW第八代的Golf R 如果给大家选择的话 大家会选择Golf R还是选择这个GR Cora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我是Ivan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喜欢GR Cora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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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